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早期传播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各种思潮纷纷登陆中国 在这些思潮中 有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思潮的区分 社会主义思潮内 又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区分 可谓众说纷纭 色彩缤纷 那么中国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 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呢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呢 首先我们说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新文化运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 和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文化运动宣扬民主和科学 打开了遏制新思潮的大门 各种思潮竟相奔涌 吸引着中国的知识精英 搅动着社会舆论 广大知识分子冲破一下之变 中体西洋的束缚 放眼世界大胆拿来 新思想 新观念 新文化 犹如脱疆的野马 闯进了死气沉沉的中国 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变 新文化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张扬 对旧文化 旧民俗 旧礼教的批判 在政治上和思想上 给封建主义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的打击 它加速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这就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因为新文化运动部分知识分子 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怀疑 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极端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 以至出现了全球性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这对把中国之前途 寄希望于西方文明的中国人来说 无疑是当头一棒 看到欧洲战争的景象 和西方物质文明的堕落 科学的进步 非但没有能够阻止大战的爆发 反而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和危害性 许多中国人 特别是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转而对西方文明感到怀疑 感到失望 惶恐和愤慨 资本主义文明破产了的观念 深入人心 李大钊当时说 此次战争使欧洲之文明之权威大声一念 欧人自己已对其文明之真价 不得不加以反省 而且中国人学习西方一再碰壁 给中国人民极大的刺激 从而对资本主义方案产生了更大的怀疑 在中国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的思想领域的激荡 没能改变中华民族在风雨中飘摇的命运 正如毛泽东所说 这种痛苦的经历 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来说是一件好事 旧的路走不通了 就会寻找新的出路 这就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找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土壤 加上中国在巴黎合会上的外交失败 更使中国人对资本主义产生了避害意识 当时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如李大钊等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开始探索新的救国救民的方案 我们说对西方怀疑只是说明了转向的必然性 那为什么会转向马克思主义呢 那就是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十月革命是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 正当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摸索 在黑暗中奋斗的时候 新文化运动也与西方文化危机 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左右碰壁的中国知识分子 发现原来这种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 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 这是科学社会主义 对于中国人来说 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近代文化一样 也属于外来文化 是传入中国的诸多思想流派中的一家 而且是脚腕的一家 十月革命给中国思想界的最大影响在于 它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想转化为实践 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性的范式 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 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之路 它使现于苦闷彷徨的中国先进分子 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的希望 另外新生的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 和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 有力的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向往社会主义 于是在中国就出现了一批 真诚赞成俄国十月革命 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 举起十月革命社会主义旗帜的第一人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处于危机之中 在马克思主义被炮声送到中国的同时 西方的各种思潮也纷纷登陆中国 并顽强地表现自己 试图影响以至主宰中国的未来走向 他们在中国的信仰者紧随其后 挑起了对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 我们看一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经历了斗争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 与基尔特社会主义 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 其结果 一是使许多并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 转而信仰社会主义了 二是帮助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 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 科学社会主义从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 推动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并迅速地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 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 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行动中去 中国的先进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 具有特定国际环境的双向作用 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人对资本主义方案的怀疑和抛弃 二是直接作用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实践成果的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当时这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通过对各种学说各种救国方案的反复比较和思考之后 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再见